那继续三节课 那我们三节课呢 因为时间比较长 文件会比较大 那我就把它拆成两节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生成法线 那么生成法线呢 我这里加了两张图 同时呢 我又补充了一个PPT 这个PPT呢 里面呢 我就介绍了这个点法线 跟面法线的一个区别 那么左边是面法线 右边是点法线 那么面法线呢 我们看 它是不是棱角是比较分明的 那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两个面的法线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间计算的结果 结果呢 肯定是棱角分明的 颜色不一样 而顶点法线呢 是顶点的 因为我们计算过程当中 顶点的这个法线 是做过平滑的 那么也就说 它被两个面或多个面 共享以后 它的法线看起来会比较好 是不是 没有那么棱角分明啊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停点法线和面法线的一个区别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实现代码 这个代码呢 我们按照规矩还是把这个课程复制一份 这个叫顶点 发现共享计算 那这个代码我记得之前的课程说有啊 但是被我呢给删掉了 那我再把它找回来 因为我每课程都是复制的 所以之前的代码应该还在啊 其实重写呢 也花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呢 至少 有可能会写错 调试 花费大量时间 然后我们找一下 应该是在 这儿 看一看啊 这里面 这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用来存储这个 哪些顶点被共享了多少次啊 干这个事儿的 那我们看他算的过程啊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吧 算的过程呢 比较简单 我们把它拷贝到 这里 首先呢 我们把 所有的这个被共享次数先置零啊 那接下来循环所有的面啊 循环所有的面 循环所有的面是干嘛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到了这个面所使用的这个顶点 一个面使用三个顶点 那么一旦我们 使用了 我们就对这个顶点被共享的次数加一啊 那这样 计算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就存储了对应每一个顶点被共享的次数 大家想一想啊 因为我们group这个数组跟顶点数组是一一对应的啊 你认为它就是顶点 那当这个顶点的 那当这个顶点的 因为面里面代表的X就代表的其中一个顶点 YZ也是一个顶点 一个面由三个点构成 SZ就代表012三个顶点 这三个顶点当它被引用了 那么就说明它被使用了 我们就加一啊 那么最后 这里面的值啊 这里面的值就记录了每一个顶点被共享的次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计算法线 计算法线我们在哪里算呢 我们是在有了面以后才能算 对不对 实际上还是在 把这个代码烤过来吧 这里应该有啊 这里面的算法跟我们以前的不一样啊 之前我们 没有高层 这地面呢 就是平的 那它的法线呢 其实就是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变了 现在变成什么样呢 现在变的是我们更新完什么数计算呢 就是当我们顶点更新完以后 首先是计算顶点 然后计算面 当面这个更新完以后 我在这个调用的地方来写 说的会更清楚一点啊 那应该是在哪里呢 先计算点 然后 为啥要先计算点呢 因为点有了之后 我们面法线是已经计算完了 我可以再增加一个流程 也可以在这里面做啊 我们再增加一个流程 干嘛呢 就是计算法线 那么计算法线 我们需必要输入这些信息了 不需要了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在这 增加这样一个流程 Fill normal 实际上我们要 刚刚我为啥把它拷贝下来呢 刚刚我想法是计算顶点 然后算面的时候 在 直接在面的里面算法线 后来我想一下 还是把它分开 所以呢 这两个顺序呢 就无关紧要了 你放前面也好 放后面也好 都一样了 包括这个啊 好 那么增加这个流程以后 那在这个里面 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应该循环所有的这个面来生成面的法线 对不对 Fill 好 x y 对是顶点啊 我们写下吧 float 3v1 等于 data下 顶点点 x 这是其中一个顶点对不对 第二一个 第三一个 这个就不要 然后 v 这 这个 这一个 我们拿到的第一拿到这个索引号了 对不对 这是面的一个索引号 然后这个里面的 x y 我这是不是 这个 x y 才是真正的顶点啊 那我这个写的这样写吧 这样写大家可能迷糊了 这样写大家就就明白了 是不是 你先看第一个 这是一个面的索引 因为里面有 x y z 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拿到的点 这就是一 这是还是零啊 还是零 还是零 同样这个也还是零 我们这样写 大家看出很别扭啊 那我们就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吧 我这样写我也觉得别扭啊 我们把这个结构给改一改 这个 float xyz 直接用 float 三了啊 这个 normal 用 float 三 这个 uv 呢我们 float 二先 让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改以后是不是很多地方都要改 这个也麻烦 先不动吧 想到刚才改的有点多 我就放弃了啊 还回来吧 回来 我们这样写 这样写 int 叫 pte 的索引啊 pt 的索引是不是就等于他呀 然后他呢我们就这样 因为我们是 xyz 这也是 pte 那么同样 点二 点三的索引 这样写 大家可能看的更容易理解啊 2 3 这里就是 2 3 好 这样就知道了 三个顶点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法线了 那么计算法线呢 大家有个地方要注意 我这里面 单独找了张图啊 这张图呢 在这儿 那我们注意看啊 我们在深圳法线的时候 如果是乘的方向不对 那就会造成一个结果是啥呢 就是我们 这个法线有可能是反的啊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里的啊 我们看 a c 乘以 a b a c 啊 这插乘啊 注意这插乘啊 结果就是垂直 垂直 这个屏幕 垂直屏幕 向里 如果是 a b 乘 a c a b 乘 h c 就反向了 对不对 一个是顺势针 一个是逆势针 一个这样想 那就向外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啊 所以说你 你如果是 记不住 那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 怎么办呢 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你就知道是啥了 因为你算的结果 发现不对了 那立马就知道是反向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就用 右手定则就可以了 如果右手去 沿着这个方向去旋转 大拇指的方向啊 就是反向的方向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在算法线 我们再写一个简单的小函数啊 就 flow的3 稍等一下 好 充电啊 刚才 flow的3 然后我们 叫 compute normal 我们输入 const float 3 v1 肯定要输几个那三个 对不对 v2 v3 输入的是三个顶点 那我们要计算这个 边 比如说我们计算第一个 或者是叫什么的向量吧 f1 等于 谁呢 v2 减去 v1 load 3 f2 等于 v3 减去 v2 然后有了这两个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A跟B边AB跟C 然后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插击 return Cross F1 F2 那当然做插击之后呢我们最好呢给它规格化一下啊 保证它是一个单位向量 这个呢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最下面因为这个是一个按理说它是个全局的函数啊 因为它不是一道访问成员变量是不是 他会有 那得到normal之后我们看我们这个normal是不是给它存下来 对不对 那存下来存在哪里呢 注意这是面发现对不对 每一个面 有一个发现 那我们现在有多少面呢 我们面的个数是有这么多个呀 对不对 有多少个 是不是这么多个 把它拷配下来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临时变量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存面发现你还要再转点发现对不对 我们呢还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 大小跟它一样 我们用点来存 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用点来存啊 这个发现 但是我现在不能直接应用 当然也可以直接应用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里面来也可以加进来 加进来吧 那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所以啊 加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干 这个 data data 先计算 float 3 等于 那么 这是面发现 那构成这三个面的三个点 是不是这三个点 对不对 那这三个点的这个值都应该啊 这三个点的发现都应该是这个值 那我们在计算之前 首先把 法线给清空 把原有的法线给清空 那就是 加个放映环吧 或者我们在 不在这里做啊 在这里做游戏浪费 每次计算都要清一道 我们在填充顶点的时候 把它清掉啊 这里 填充顶点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 NX NY先把它清成0 为何清成0呢 因为我后续要进行累加 避免它里面有数据 那就是张数据 清成0以后 然后计算完之后 我们这个顶点 是不是就这个所以 啊 是不是就这个所以 PTE 点 NX 等于 X 等于 X Y J Y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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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等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只保留了 最后一次的计算结果 而我们要做什么 而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累加 那就加等 之所以把原来的值清成0 就是在这里要做累加 加等 这是一个点的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点 三个点 对不对 好 做完之后我们 如果这个点被共享一次 那这里面就 相当于负值等于 因为0加任何数 还等于任何数 对不对 那多次到就经累加 累加完之后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循环所有的顶点 循环所有的顶点 这个顶点的值就是 肉 心生 这个 除以什么呢 第二 nx 除等于 注意 这里面 我这样写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 float3 data normal吧 我们先算吧 nx 除等于谁呢 除以group 下的py group group 里面的这个值 是不是记录的是次数 这个顶点被共享的次数啊 对不对 记录的是次数 这样 除等 假设是1的话 那就跟没出一样 对不对 好就这样 出完之后 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件事 因为出完之后 有可能这个法线就不是单位的 向量了 我们要给这个normalize一下 所以我刚才想这样写 v normal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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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么 let's type 这样的话就给他单位化了 是不是成为单位项链 然后再一次 复制 这样才真正的把这个 过程给计算完了 计算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编一下看一下效果了 我们这个时间花的也不短 幸好我们把它分成两颗了 否则肯定会抄啊 嗯 报了个错 不过nx 这应该是 写错了 这个用了拳脚 ok 编一下 嗯 嗯 我们先 嗯 支援一下 大家看全黑了是不是啊 哎 嗯 嗯 这样还是亮的 在不同的角度下是亮的 这样就是黑了 啊 说明这个已经有效果了 只不过这个效果呢 不太对 啊 不太对 那我们要看一下是哪里不对 那我们要看一下是哪里不对 好我们先从我们的调用开始 调用的是在这个里面啊 填充填充计算法现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F11 先看这个group里面的值啊 这个值我们看有1 3 6 这个值看的是对的 是不是啊 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点 最多是被几个面共享的 从我们看到的是有三个的 还有六个的 对不对 我画一下 我画一下 这个点 被多少个面共享 我查一查 12 3 4 5 4 5 6 7 8 最多的情况下 一个点是为八个面 所共享 对吧 那我们 算的这个值怎么感觉 你再看看有没有八个的啊 你说应该会有八个的对不对 没看到有八个的 嗯 我感觉是这个值计算的好像是有点问题啊 你再看看啊 放循环 复制为0 面 面 得到面 面的 x y z 这也是对的呀 那这里嘛 我们看这里是不是写错了 pt0 pt1 pt2 第一个是0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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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 有一个流程错了 是不是 当我 这个叫什么 嗯 高度更新的时候 这高度更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计算我们什么 在天中高度以后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重新计算法下 啊 啊 这里面有个地方可能忘了 流程上的疏忽啊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输入保证我们的输入这个光照的法线跟输入的相机的 光照的方向 它是对的 这个方向看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因为在变嘛 啊 他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少了一件事啊 哎 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 启用我们的法线了 用完之后还要给它禁用是不是啊 没有启用 当然输入是没有效的 对不对 这下是不是就对了 是不是 拉近了 因为现在这个面都是平的 我们基本上看不出来 我们只有拉近 拉近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这个名案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名案了 OK 中间呢我们犯了两个小错误 对不对 第一流程里面更新高度以后 我们的这个 法线没计算 第二 里面没有启用 没有启用这个法线的属性 好 但我感觉我们 那个顶点数据里面好像有点问题 但是我们声称顶点 应该跟我们声称顶点的时候有关系 所以也有可能是我的想错了 我想错了 那么大家呢可以下去去验证一下 那个算法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我们介绍 对法线呢做个优化 就是让他 现在我们的法线是怎么样的 占了三个float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 因为既然我们已经用了顶点法线了 用了顶点法线 本身它就已经是不准确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对法线的准确率要求没那么高 我们可不可以用数据量更小的其他的某种方式来代替 这样呢会降低我们的数据量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